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冠小组赛上因小动作被红牌罚下 不过好在仅被禁赛一场 不过错失与年轻人一战将会让他失去刷分的重要机会 可能会让他因此与欧冠金靴失之交臂 毕竟纵来尤文图斯H组的对手 曼联最强瓦伦西亚次之 而年轻人最弱 在上轮和纳布勒斯的一战中 斯罗尽管没有取得进球 但是贡献了三个助攻 连续三场比赛状态再现 本场比赛不能上场的斯罗相当于沦休 在对决强敌曼联时 将会以更强的姿态出现 年轻人是在欧冠赛场上 是一支不宅不扣的年轻队伍 本赛季是他们历史上 首次出现在欧冠小组正赛上 在上轮比赛中 主场迎战曼联队 然而被远道而来的曼联以3比0击败 在瑞士超级连赛上 年轻人已久战全胜的成绩所向披靡 目前已经击27分 超出第二名图人13分 可以说 年轻人现在可以用全屁补阵容踢连赛 主力被占欧冠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如此 瑞士超的水平和五大联赛还是相差很远 最多只能和五大联赛的次级联赛持平 所以他们的比赛状态 在欧冠赛场上参考价值不大 两队在历史上尚未有过交战记录 从球队目前的比赛状态来看 刘文取得联赛7连胜 而年轻人则取得9连胜 在欧冠赛场上 尤文图斯获得首胜 而年轻人被对手临风 本场比赛倾向 于尤文图斯2比0年轻人 祝福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